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赵亚铭 继续给大家播讲黄母军校历史文连传 上次我给大家介绍了西北军大刀队的产生 它主要是因为西北军的财政状况不佳 再加上它军中的培训乃至将领都具有一定的武权背景 这就使得西北军他善于运用大刀 而与之配合的战术也就随之出现 成为了西北军的特色 1月25年12月 在对李景林的天津作战中 西北军的大刀队就有了显著的表现 这次作战是由张之江作为总司令 一开始进攻并不顺利 这就让西北军不得不将李明忠 热和的宋哲园和北京的陆忠林 这些西北军的主力部队调过来 最后一共有10个混成旅 两个骑兵师 二十门重炮 那么张之江下达指令 不许放枪 以大刀加刺刀 进行白刃战杀敌 采取齐齐的态势 兵分三路 配合国民二军三军的 邓宝山部 徐永昌部和唐志道部 分别向天津进攻 当时呢 正值隆东 大雪纷飞 地上的积雪很厚 西北军全军士兵 反穿着老洋票 匍匐前进 悄无声息的就靠近了李景林的阵地 等到靠近阵地边缘的时候 促然发起攻势 就是突破了李景林的阵地 夺取天津 这次作战呢 张之江还组织了一支大刀赶死队 并也是以西北军中的武术家 马英图 作为赶死队队长 民国的武术名家 王子平 也作为大刀队的成员 加入了战局 西北军的将领李九思 他的回忆呢 也指出张之江陆中林下令全线总攻击 全军不准放枪 全拿大刀和刺刀死拼 分三道进行死战 和张之江刘汝明的回忆不同的是 李九思指出 扶晓发动总攻击之前 是以大炮作为信号 那么不管张之江刘汝明 李九思这些将领的回忆 是否有夸张的成分 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 那就是在战况不利的情况下 此战之所以能够胜出 除了增援了大批部队之外 正是借由扶晓前昏暗的天色 大雪纷飞的气候 和地上的积雪 掩护了反川老杨皮尔的西北军士兵 匍匐前进 这才分成树路 悄无声息的靠近了敌军阵地 然后再突然发起齐齐战术 所以取得了成功 在战斗中呢 西北军能够成功的运用大刀和枪炮协同作战 这就达到了击败对手的效果 那么西北军这种白刃齐齐作战的模式 日后呢也出现在了北伐作战和中原大战中 那再之后呢 就是长城抗战中的洗风口作战 这种齐齐战术想要成功 它首先必须是齐齐 所以一般呢 都是和夜袭战术相结合 而且西北军在进攻的时候 并不是只用冷兵器 他们也会和手楼弹 伯克枪配合使用 但是西北军的舰连他们也承认 这种作战方式的死伤是非常大的 所以当他们的对手变成武器装备精良的日军的时候 只能是依靠大量士兵的生命去换取战功 在和黎靖林进行了天津战役之后 西北军之后又参与了北伐和中原大战 在北伐作战和中原大战里 西北军面对的是拥有海陆空完整三军的凤军和中央军 所以死伤呢随之增大 战术成功的程度也有所不同 北伐时期凤 直 鲁联军的装备 以联军主力凤军的是最好 由于张作霖他锐意经营 所以凤军有当时中国产能最高 产品最丰富的东三省兵工厂的支援 再加上东北地产富饶 财政富裕 所以后勤补给也足够 因此凤军能够实行陆空联合作战 借由飞机轰炸掩护其步兵 而且不需要担心子弹和炮弹的供应 这就使得凤军的炮兵部队在作战的时候 可以进行弹幕射击 也可以进行熟练的步炮联合作战 反观当时的西北军并没有这么好的物质条件 虽然那时候冯玉祥也得到了苏联和广州国民政府的支援 但是军械弹药仍然时长不足 1月27年7月 冯玉祥在发给孙良成的电报里就指出 眼下护汉交通受阻 新枪不容易运到 该部新兵无枪者 应该分班练习长矛 大刀炸弹等以便应战 大刀或者长矛 每人一剑 要选择体壮剑步者练习之 炸弹 每人需携带八枚 12月的时候 冯玉祥在给各将领的电报里 他也提到 枪械就由此间发起 部族则发给凯击炮 再部族则一半用刀 一半用长矛 对于刀矛的用法 需要认真研究 须知解决战局者 经常要靠白刃 此种兵器只要操练有素 收效甚大 那么从冯玉祥的这两封电报 我们就可以看到 西北军在北伐期间 枪炮严重不足 所以需要让士兵 使用大刀长矛这些冷兵器来战斗 那么西北军将领中 和冯玉祥一样看重白刃战的 另外一位就是张之江 张之江曾经专门在西北军里 推广国术 张之江曾经认为 无论是日俄战争 还是一次大战 很多战役最终的胜利 是取决于白刃战斗 他说以他个人的经验 每次最后的胜利 十之八九 多是得利于 有武术技能的部队 所以他认为战术训练 必须强调白刃作战 那么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呢 虽然冯玉祥 他重视冷兵器作战 但同时 他也重视热兵器的使用 比如说凯击炮 步枪射击 军事攻势相关的技术 坑道爆破 修筑攻势等等 这都是冯玉祥特别提醒 所部官兵要勤加练习的 而且呢 冯玉祥还屡次 给西北军的官兵 具体讲解 如何使用大刀战术 在一封电文中 冯玉祥就写道 我军应在近距离 或夜战使用大刀杀敌 历次战斗 军收很大的效果 最近听说敌人 也仿效使用大刀 故此时我军应需注意三件事情 一 练习手楼弹使用法 敌人用大刀之后 我军每人需携带手楼弹四枚破支 官兵平时对于手楼弹的使用方法 需要努力练习 务必十分娴熟 方可破地 二 练习体操 在近距离作战如双方兵力相等 则体力强者必胜 体操是为增长体力之唯一方法 官兵作战日久 体力变差 危险万分 此时应特别努力 练习障碍 单杠 及普通体操等 务使人人体力强健 这才能够冲锋陷阵 战无不胜 三 必须注意精神教育 该用大刀冲锋肉搏 其获胜的原因 既是在官兵明白主意 有牺牲的决心 则勇猛搏斗 战无不胜 如果心无所守 一经临阵 就会退缩 虽有大刀 也没有用处 此点必须让各官兵 努力注意 在另外一封电报里 冯玉祥写道 我军大局北伐 与敌决战 当明白敌人之长处短处 敌之长处 即大炮 重凯击炮 飞机事业 我军 则立在活用兵力 出其不意 由在发挥精神上的长处 用白刃战破敌 此间队于刺刀 长矛大刀等 以百般设法准备补充 各总指挥 军长 师长等 应该亲身 苦下身子 都市官兵 练习三件事情 那就如何使用枪刺 大刀和长矛 这三件事 是杀敌的要诀 圣敌的妙法 各官兵须知 战斗角胜负 全在冲锋肉搏 若我能将刺刀 大刀长矛三项 练得极精极熟 意高人胆大 敌人越近 则我长处遇险 官兵之胆气 也就越壮 此次在蓝锋打仗 敌人接近时 见我军一辆白刃 莫不立刻回头望风而逃 在另外一封电文里 冯玉祥又写道 甲敌之长处 器械精良 子弹较多 乙敌之短处 无主义 无牺牲精神 官兵之体力弱 专以升官发财为念 害怕打仗 无训练 无军技 贩子复杂 临难不相救 指挥不统一 丙 我之短处 为器械子弹 不如敌人充足 丙 我之长处 是官兵体力强 明白主义 不怕死不爱钱 知作战 为救国救民 非为个人谋利益 肯牺牲 团结巩固 只会统一 以上为 敌我之长处短处 因为我之长处 攻敌之短处 避敌之长处 藏我之短处 其实行方法 应该是 节省子弹 用白人战术 肉搏 摧毁敌阵 要注意攻势 深沟高雷 减弱敌人火力的效果 敌人士气不稳固 夜战的时候 没有上官之督则 容易被惊 所以我方 应该多用夜袭 来击破敌人 在冯玉祥的电文里 屡次提及 要利用夜战 扶晓战 和精神教育 让士兵以不怕死的精神 手持大刀和长矛 以及刺刀 冲锋作战 发挥西北军 进展优势 来弥补枪炮弹药不足的劣势 从而和装备精良的对手 进行抗衡 我们这里要注意到 西北军除了善用 大刀夜袭战之外 他们的防御攻势 也修得非常坚固 这和大刀夜袭战 是相互配合的 因为坚固的防御攻势 往往会让对手 久攻不下 这也会造成对手的疲累 当对手休息的时候 晚上或者是拂晓 西北军就能够趁势 用大刀 进行夜袭摸赢 那么在北伐期间 曾经有人描绘过 西北军将领手持大刀 与手枪作战的例子 他描写的正是吉红昌 当然吉红昌呢 物色了两个身高两米的大汉 和他一起赤膊上阵 两个大汉呢 一手持大刀 一手持大旗 吉红昌则是一手持大刀 一手拿着伯克枪 三个人一起冲锋 声势惊人 对手呢 是文风丧胆 那么本军的官兵看到以后 士气大涨 到了中原大战的时候 冯玉祥严锡山 联手组成了反蒋大军 和蒋燕石决战 不过当时西北军的装备 仍然是明显不足 他们发给新兵的装备 是一套白裤挂 一双袜子 大刀一把 炸弹三颗 训练呢 则是每星期只能打两次把 而且西北军 粮食和弹药严重不足 除了能够缴获自敌方的军械弹药 和大米等物资之外 还需要得到银锡山的援助 但银锡山呢 也不是有求必应 这就造成西北军在作战上 仍然是弹药不足的这种困境 所以他们更加需要 用夜袭白人战偷营 据西北军将领回忆 在中原大战的时候 张子忠就曾经下令 有枪的打枪 没有枪的拿大刀砍丢手的弹 这就充分证明了 西北军在战场之上 只要没枪弹 就使用大刀和手楼弹 作战的情形 不过中央军的优势军事装备 也让西北军吃足了苦头 像中原大战的时候 西北军张维席 在许昌附近 以大刀队进行三次冲锋 结果都被中央军 以优越的武器装备给打退了 关于中原大战期间 西北军夜袭偷营的战术 将领时也曾经专门发电报 训诫他的部下 蒋介石在电报里说 我军战略自开战以来 本立于主动地位 但最近总是敌人来攻 而我军未能反攻一次 处处陷于被动地位 此时为我革命军之休也 譬如一个人任人来打 而不思还打 世人则必以我为无能 而打我者 反以为真能强于我也 我军不能反攻 固在各地区的兵力薄弱 无充分的预备队 虽将敌击溃 但是难以追击 这是实在的情形 但如我军能够自动地节约兵力 各师各团 分班分期 轮流 阳攻 虽不能治理死命 但必能掌我军士气 观近日各将士心怀恐怖 执念兵力不足 始终为之悲愤 何以我革命军之精神 竟致如此不振业 反观严逢之官兵 日间睡觉 夜间偷营 而且美团之内分定班次 规定时间前后分班攻守 顾其兵力节省 而不敢疲劳 乃能持久 那么从蒋介石的电文 我们就可以看到 延西山冯玉祥的部队 在白天和黑夜这两个时段 是有规定时间分班攻守的 一部分人负责白天的守备 另外一部分人负责夜袭 分工合作 避免过度疲劳 而在比中原大战 稍早发生的1929年 蒋逢战争中 西北军也是运用大刀 来弥补自身 缺乏弹药补给的劣势 对抗凉弹充足的中央军 而且颇有成效 当时在前线进行观察的 东北军的包文月 他在给张学良的电报里写道 前方虽极佳兵力 但尚未进展 西北军所作攻势兼顾异常 又士兵弹无虚发 往往用大刀冲锋 中央军被砍伤者破多 另外从当时和西北军交过手的 中央军将领的回忆里 也能得知 西北军是如何用大刀作战和夜袭的 像周朗军五十四师的参谋就回忆说 当时五十四师部署的火力网非常好 能够限制西北军的进攻 但是西北军一旦进入到五十四师的阵地 就能够举起刺刀和大刀 肉搏 五十四师根本就抵挡不住 被西北军杀伤甚多 五十四师只有106旅 好梦灵步 能够顶住西北军的攻势 161旅被西北军的优势兵力和大刀砍杀 而导致溃败 那么和中央军相比 反倒是孙川芳的旧部 王军玉和上官云相的第四十七师 武器充足 而且能打敢打 军官赤膊上阵 硬是把西北军压了回去 中央大战期间呢 西北军也善用自身的大刀夜袭的优势 连续进攻对手迎战 越是恶劣的天气 战果越是辉煌 也由于西北军善于忧勇 搭建人梯 因此能够一声不响的 爬进中央军的寨子 趁着夜色 用大刀大杀一气 中央军当时往往是成连成营 成团的被打垮 像中央军第九师的军官就回忆说 当时第九师第二营 位于陶岭岗的寨子 就被西北军夜袭 那么根据在附近第三营的军官回忆 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根本就没有听到任何的动静 因为西北军是用大刀和刺刀劈杀声音不大 直到第二营的营长打电话求救 他们才意识到西北军来袭 所以第三营赶紧上刺刀去支援 这才显之又显的守住了陶岭 但这只是少数守住的例子 当时对阵西北军的中央军 寨子往往是被夜袭战摸垮 另外呢中央大战期间 西北军和北伐时候一样 重视防御攻势 所以他们的攻势修得十分的坚固 1930年7月8月初 中央军打算进行中央突破 但是被西北军的外豪 测射火力给压制的进退不得 不过中央军的预备队很多 并且西北军摸赢的时候 似乎没有主攻方向和计划 从来不会进行纵身攻击 这就使得中央军能够在遭到夜袭之后 让后方的预备队补上加强防御 西北军这种凭借着大刀长矛 来弥补枪炮不足的劣势 从而可以和优势装备的对手 进行作战的方法 它是有上限的 当对手的武器装备优势 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西北军的这种白人夜袭的战术 也就得不偿失了 实际上在讲风战争的时候 虽然西北军一度也占有优势 但是中央军凭借着西北军叛逃人员 而得知了对方的战术 所以就可以预作准备 比如说夜间点篝火 防止西北军用大刀夜袭来摸赢 这就极大的减弱了西北军夜袭战术的效果 那么到了中央大战期间 西北军仅能数次和中央军会有攻势 相知不下 想要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只能等待阎西山 李宗仁 张发奎 这些盟友的捷报 但是随着张学良东北军的加入 再加上阎西山 李宗仁 张发奎等人 都被中央军打败 所以西北军后路被断 退无可退 最终瓦解 其实冯玉祥他也知道 作战不能光靠大刀肉搏 军官如何指挥队伍同样重要 在1930年4月11日 冯玉祥曾经在日记里写道 现在官长只支劈刀拉杠子 指挥队伍一点都不讲求 这是我们最大的确定 其实冯玉祥并不是一个大老粗 北伐的时候 冯玉祥曾经给他的麾下将领 发过一封电报 他这封电报里是这么写的 欧战以后 战术兵器等均已更新 与之前大不相同 兵器则机关枪为主 攻击则成千成万只坦克车为之 防守则以各种地雷电网 极宽极深的壕沟为主 空中则用数千架之飞机 水中则用海面不见之潜水艇 一切都和之前不同 所以这是科学战争 化学战争 机器战争的年代 绝不再是大刀战争的时代 由此可知呢 冯玉祥对于现代战争形态的改变 也是颇为关注的 但同时呢 这也说明 冯玉祥他也意识到 当对手已经进入到 现代战争状态的时候 西北军的大刀夜袭战 不仅不再会有显著的效果 而且很有可能会造成 自身极大的损失 实际上呢 长城抗战中的29军夜袭战 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 印证了冯玉祥的这种担心 不过呢 由于种种的客观原因 在1933年3月12日凌晨的 大刀队夜袭战之后 宋哲元并没有如实的 向南京方面汇报战斗的情况 这就给南京军委会产生了错觉 他们认为 宋哲元军仍然占领着 起风口附近的所有关口 固守于长城一线 而3月12日凌晨 两亿绕攻南北夹击的夜袭作战 大告成功 将日军的主力包围 并且在持续的歼灭中 那么29军就已经把 起风口铁门关之外的日军 全部驱除 将其赶往北方的山地 那么南京政府的这种误判 正是基于 3月13日和14日 从北平返往南京的电文 向3月13日8时 严宽至南京军委会 电文中写道 西风口宋哲元部已于12日夜 将敌人包围 正在缴械中 13日晚上8时 肖战营给蒋介石的店门中写道 我军于憨战四日之后 抽队绕攻 敌增援志 赴绕之 混乱激烈 夺敌人坦克五辆 大炮六门 焚敌人自重车无数 并包围敌军一旅团 宪政四面围攻中 特别是3月14日 晚上10时 所发来的电文 里面写着 一 西风口正面高地之敌 已纷纷向后溃退 该地被我完全占领 二 西北侧高地 尚有少数之敌 正解决中 三 董家口铁门关一带 致敌人骑兵 正由我同旅 分头解决 四 据报敌人大批资重及伤兵 向后运输 络绎不绝 那么这些电文 就给人一种错觉 那就是宋哲援军 不仅全面坚守长城县 而且呢 更是出击口外 把日军压迫到了西风口 北方的山地 盘家口西方山地一大 那么这铺天盖地的告捷的内容 就渐渐让疑心多虑的蒋介石 也开始相信宋哲援的战报 像3月12日 蒋介石给宋哲援的回殿 里面就写着 恶守西风口应于口外拟定数个重要据点 与敌坚持 但不要过分突出 以及节省兵力 3月13日晚上10点 他又指示宋哲援 说古北口既不能守 则西风口 则不易过于突出 望凶坚守关门 相机处置 蒋介石这时候很明显 他以为古北口既然已经陷落 但是西风口不仅没有陷落 而且守军更能出击口外治敌 但事实上呢 占领着长城各主要关口的 这时候已经不是宋哲援的29军 而是日军 3月12日之后 从长城县出击的 并不是宋哲援军出击口外 围歼日军 而是日军的缓程14旅团 对口内的29军的第二线阵地的越境攻击 那本来按照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 日军是不能向口内攻击的 那为什么混成14旅团的服务旅团长 改变了之前 只守备长城一线的战术呢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 我们下一集